大批員警全副武裝 嫌犯挾持綠衣婦人走出 緊接著嫌犯連開兩槍自強 婦人嚇得雙手抱頭 特勤警察圍上前壓制 十九號萬華發生槍擊案 過程中一名員警右大腿重彈 最後送往臺大醫院救治 所幸沒有生命危險 援警在第一線執法難免會面臨 危機自身生命的情況 對此立法院在九月底三讀修正 通過警線使用條例部分條文 並且在十九號由總統公佈施行 針對警線使用條例修正草案 最受矚目的第四條保障援警 在四種情況下 能不用對空名槍直接射擊 包含嫌犯以致命武器等 攻擊傷害他人 有事實證明有致命性武器 危險物品意圖攻擊他人 意圖奪取警員配槍 以及危害警員生命或身體時 但警察改革協會擔心 條文中意圖兩字 最後還是取決法官自由行證 最大不同是將用槍實機從原有現有內部規範提升入法 若不幸走路訴訟程序 也新增國家賠償機制 警察單位不用獨自面對 內政部和警政署也將針對新修正條文 擬定配套措施 完善遠景執法保障 讓警線條例更加完善